一般慢性咽炎就是他的病是慢慢來 隨時隨地都會有 那這樣的患者表示他是怎麼樣 除了經傷以外 他還怎麼樣 屬寒性體質 而且寒的體質一直影響他的筋 所以他的症狀就會 持持續續一直在那裡作用著 你是不是這樣 對對對 我就經常說話就是有慢性咽炎 然後有的時候早晨刷牙的時候 或者早晨喝水少了 他就會特別想吐 然後那個平時的話 天氣 外面天氣一冷的話 就是嗓子覺得總用東西似的 小的時候可能是因為是 有感冒什麼沒有去徹底 後來就是長大就離開後遺症 感冒只是一個炎 但是重要的是那個陰 陰體質本身它是寒的 寒的體質的人 他在接受外來的風寒 他就會症狀更加嚴重 那這我先教各位辯證 反正出來了 我們也沒有什麼前後次序可言 我早上已經教各位怎麼辯證 就是從前骨來看 前骨以上的 如果青白黃色都屬寒 然後眼框 如果有黑眼簽 也是屬寒 你們只要記住這幾個都是寒相 那我們再來看他的臉 他是什麼顏色 他白色喔 偏白喔 白色的 通通不用問 已經寒了 他 因以重下 因以重下 所以隨著炎 炎就是 只要風寒一來 勞累啊 那這個東西啊 就會卡卡的 就會隨時跟著他 所以他 真正要處理他的是寒 寒性體質 那醫學呢 醫學這個要怎麼樣 從他的體質調整 才有辦法改善 而不是說去用藥 沒有一種藥能夠治他的痰 這個在我們談理論的課程 我會進一步談 那 所以從他的臉 你們看得出他寒了嗎 看得出來了吧 看得出來的舉手 我看一下 看出他屬寒的舉手 怎麼才這幾個啦 你們 他已經都白的啊 白的是屬什麼 寒啊 那寒就對了 所以 古代四整心法裡面 就是妄文問切嘛 妄整 妄 就知道你的體質的 妄兒知之 未知神 那是最厲害的 所以我教你們是要當 這不能叫你們當神 我說我自己都忍 你們不能當神啦 我這裡不造神啦 但是古代他是這樣稱呼 就是把 就是你能夠看出對方的體質 這是最高明的 我們用這樣來說吧 那所以 我教你們就是最高明的方法 那這樣能不能看出來 他我可以 他一出來我就知道 他就是喊 老師我有個疑問 就是我平時不能吃太辣的東西 然後或者說吃這種熱情的東西 稍微吃多一點的話 可能就會容易上火 又來了 又一個喪火了 所以我說大陸我就對喪火 我說要教育不知道要幾年 大家才能夠完全徹底啊 那沒關係 就出來我們就在談喪火 你怎麼喪火 你的喪火是什麼症狀 106年我在合肥出戰的時候 連著當吃當地那個吃了幾天 當地那個牛肉湯牛麵 連續吃兩天嘴唇就是上了一個火 大約將近半個月才下去 這個嘴唇 嘴唇泡泡是嗎 對對對 泡泡 長泡泡 長泡泡 所以他就是說上火 泡泡是一個症狀 訊號 但是這裡只要 這個都會把它黏成 只要上面的 所以就火 那因為牛肉是熱的 所以他認為熱進來 所以讓它變成這個就是火 是吧 你們是不是這樣認為 好 那這個很簡單 含性體質 所產生的症狀 都是怎麼樣 即使那個是熱相 感覺它也感覺濁熱或是怎麼樣 也是什麼 假的 反正我有一句話 因生病而產生的症狀 通通屬影子 因生病而產生的症狀 平常不具有 突然間吃了某些東西或是什麼樣 那個都是影子 那個不能當作寒熱變 這個可以破除很多醫師的迷思 還有一些患者的迷失 那含性體質會不會產生熱的症狀 會不會 會 所以這個就是困惑人心的地方 它明明是含性體質啊 但是它為什麼有時候你又會紅啊 或是長泡啊 又會著熱感啊 口肝啊 這個都在於怎麼樣 醫師都會說上吼 但這些通通是因為筋奔緊而產生症狀 我這次也聽說有一個師傅 就是他就是一直吃涼的 那他說我不能吃補啊 他說只要吃辣椒或花生 馬上就會嘴巴起泡泡 就跟你一樣 所以不敢吃 那剛好遇到我學生 他就跟他講 師傅 你是屬含性體質 那如果吃了熱的 會產生泡泡 絕對不是因為那個熱的東西而產生的 這樣大家能理解 因為它體質越來越寒才會產生 怎麼會熱進去改善體質 反而會產生這個 絕對不是 這個邏輯不通嘛 這樣你們理解了吧 所以一定是怎麼樣 經商所至 哦 這樣 所以師傅就吃了 果然泡泡來了 柔啊 一兩天就消失了 再吃 起不來了 泡泡起不來了 所以再來師傅就高興了 他以後可以擺無盡盡 這多壞活啊 但是多少人能了解這種 這種 那如果你不了解 你一直把它當上火 你會用良藥 那也許他會消 但是你越吃體質越變越寒 身體就注定怎麼樣 越來越衰敗了 多少人是這樣 這樣不知不覺身體變差了 所以 他的上火 還是假的啊 他為什麼會產生泡泡 一定是金奔景 不是牛肉的關係 就我也常常會舉一個案例 就像舌癌 有一個舌癌 非常怕冷 他怕冷到什麼程度 有一個冬天他說 我快掛了 每個呼吸進來都是冷空氣 筋就奔緊 頭就脹 舌頭也脹 那他最後用電熱器才熬過來 你看含到這樣 我叫他吃人參 薑 結果一吃 他說不行 一吃頭更脹 那這時候怎麼辦 如果你 照你們的說法就是 他上火啦 對不對 你們就 你這裡的醫師也百分百一定用說 你看 生病癌症怎麼能吃補呢 上火啦 然後一定又開涼藥 那肯定死啦 那這時候我 唯一的方法就是讓他知道 熱的東西 它屬含性體質 照理這是對的啊 那為什麼會產生症狀 是因為 熱進來之後要改善他的體質 但是他的筋已經奔緊了 根本要進不去 所以他 他要沖那個筋 要讓他通 不容易 所以他 他 觸動那個筋 筋還是會產生症狀 這時候要怎麼樣 進一步揉開 所以我就幫他揉 揉完之後再叫他喝 有沒有症狀 沒有 沒有症狀 喝起來 挺舒服的 頭也不脹 所以他以後就學了一招 要喝人參 一定要先把筋揉開了 然後再喝 沒事 那中醫沒有經商的概念 所以他不知道那個是假熱 不能當作真的熱 那你用良藥肯定錯啦 所以這個也是從原始點才慢慢 讓中醫進一步釐清的 那如果沒有原始點 中醫師很難看清 這樣的真相 這也是我這一次 回台北 這一次 我有跟台北縣的醫師工會 很多醫師演講 也在談到這個 他們聽了 有些才恍然大悟 他們以為說原始點不就是推拿 有些醫師事後跟我握手講 我以為我上網看你好像都是推拿 沒有想到原始點 竟然能夠把中醫講通 所以他說大受啟發 那一場 所以我說其實理都是醫的 那如果沒有原始點 真的 我相信很多醫師說的上火 都是假火 那開出的良藥也會開錯 這樣你了解了 你還有疑惑嗎 也就是說我以後就是 這個筋鬆完之後以後吃點辣的 吃點這個熱性的東西也沒問題是吧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原來就不敢吃 我有一次就是 跟朋友一直喝了一杯這個假魚湯 以後就流鼻血了 啊 這個是 假魚湯是熱的還是冷的 熱的吧 假魚 我一般海產類都偏冷 如果你不會變 你就把它歸到偏冷 這樣懂了吧 所以我雖然沒有研究 但是一般魚 一般偏寒的居多 所以海產類 我還是把它歸到冷 你可能自己都沒有搞清楚 可能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啦 沒有啦 你這個應該蠻多年嘛 你說這樣 是 他這個做完一定要溫敷啦 這時候還要按這個頭部這一點嘛 不用了 就直接從這裡做就好了 所以直接就頂進去 這裡痛嗎 有感覺 有感覺 你今天就可以試著吃啦 吃熱的 你看還會不會上火 這裡痛嗎 對對 這裡痛嗎 痛,對,對,對 那這裡呢? 有的 行,那這裡痛,是吧? 嗯 那整個頸椎是繃緊的 好,我慢慢幫你揉開 好,另外一邊 這裡疼嗎? 疼 疼,好 這裡疼嗎? 好 好,就這樣 感覺嗓子好多了 嗓子好多了 剛才感覺好像有東西似的 現在好像就很順 很順,好 謝謝你 謝謝老師 不會 不會 好,你下去溫敷 記得 溫敷一下 是,溫敷 看他還上不上火 我們火也上來了 好,你試試看 好,謝謝 可以,不會 好